滚滚的泥粉就像浓烟一样 一直从输送管中喷出来 疑似水泥粉的输送管先爆开 灰色的水泥粉狂喷而出 22日下午台南市安平区一家水泥厂 储存槽突然发生爆裂 飘出夸张的大量浓烟 业者自行撒水除尘 浓烟随即消散 但污染已经造成 手掌按下去 车窗玻璃立即出现一整个手印 大量粉尘飘散 这一带的汽车全都遭了殃 在输送管的时候是气压 可能是没有调整好 粉末输送的地方 然后就扣充 进行10万至500万的 之间的那种发法 环保局接互通报赶往现场 发现管线破裂导致大量阳城 明显产生力状污染物 依法采出罚金 并责令业者持续洒水降低阳城 倾速完成改善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